要说恐怖偏爱好者 无法绕开的作品 凯西惊恐又无助 只能照做 可惜 他没有完全答对 再看向院子时 难有已被开膛破毒 凯西家有前门和阳台门两个入口 对方让他选择一个逃生 凯西跑进厨房拿起刀子 躲到后门处挂到尸击 凯西拼命逃离 但还是被鬼面杀手抓住 凯西的父母回家 发现一片狼藉 正准备报警时 电影正式拉开序幕 结果成为真凶栽赃架后的证据 但他的调查 并不能为无辜者翻案 也许他真的指认错了 杀害母亲的凶手 尽快从失去母亲的阴影里走出来 早年间 他的父母离异 母亲离开了他 让他很痛苦 但他还是接受了现实 此话一出 小夕又气又难过 因为离婚和遇害 根本不是一回事 两人不婚二三 小夕错误指认比利的事情 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 变杀手突然出现 小夕一个花产 幸运逃脱 现于最近发生了恐怖杀人事件 校长宣布停课放假 等学生们都离开后 同学们却相约聚到了闺蜜男友 终于告一段落 小夕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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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一刀